台北股票市場 7 8月的盤 它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會非常的有趣 因為7 8月就是傳統的 除全息的旺季 所以比如像說 今天就是台積電的 它一除除了8塊錢 然後今天的指數 就直接先跌多少 先跌70點下來 所以台股會因為 這個除全息的行情當中 開始收斂這個軍線的價差 然後整體的趨勢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這裡絕對會有標的 可以讓你去做佈局的 絕對會有標的讓你買的 台股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它現在走的 它是一個軍線盤 它不是K線 它走的就是軍線盤 包括在6月10號這個跳空出來有沒有 這個6月10號的跳空 它並不是大家所謂的導型反轉 它是為了要突破軍線的反壓 所做出來的一個K線 一個帶量紅K 突破壓力之後回測哪裡 回測到軍線有沒有 沒有破了之後直接就上工了 直接就上工了 所以如果你用軍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說 台北股票市場現在就是走軍線 那居然是指數走軍線 當然個股之間 它也要用軍線的方式來去做操作 那軍線的操作原則是什麼 第一個 當我的軍線上揚跟下彎 它代表一個趨勢的方向 當股價跟軍線的乖離過大 它一定會做收斂 所以你要放棄買在絕對低點 跟賣在絕對高點的想法 只要你堅守這三大原則 其實股票市場對你來講不會太困難 真的不難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台北股票市場 現在指數的方式 現在指數跟軍線的乖離 我從BIOS指標來看 它現在的乖離率來到多少 來到2.19對不對 那居然乖離過大 它就一定要做收斂的動作 它就要做收斂的動作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了 7 8月份是一個除全息的旺季 台北股票市場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它也不要跌的情況下 它就自然收斂了400點的價差 所以跟軍線的乖離 是不是就收斂了 那它收斂完了之後 有一些個股就會開始出現表態 它就會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走勢 所以多方的趨勢沒有改變 你現在還想去放空的 你現在還想著那種 空方趨勢的投資朋友 我會建議你 把你的心情收拾好 就算一些再差的股票 再爛的股票 它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軋空 因為除全息的旺季 很多個股它必須要 融券強制回補 那我們怎麼判斷趨勢 很重要 方向先把它確認好 方向一定要先把它確認好 所以在5月24號的時候 當指數在跌 大盤在跌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票市場 兩個禮拜之內 它會出現變盤 它會出現變盤 兩週內出現變盤 你可以上去我的Lighting裡面去看看 這一篇文章我都把它留下來 因為你可以作為日後的見證 見證我到底跟你講的 是不是真的 你從5月24號 當時台北股票市場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5月24號這一天 在這裡 台股在這邊 我說兩個禮拜之內 它將要出現變盤 後續它雖然有在破底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你在這個地方 你去做佈局的 就指數的角度而言 你都會賺錢對不對 那是不是驗證給你 兩個禮拜之內 它將會出現一個變盤 我在這裡的操作的時候 我會預判到變盤 不是我用講的 而是我觀察到的一個數字 它上面的變化 當你觀察到這個數字的變化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有所本 你就不會有所拒了 那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當時的扣底值 指數的扣底值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它就是扣底的位置 那未來扣底 1 2 3 4 5天的高值之後 就要往下去扣低了對不對 那我只要行情橫盤在這邊 我的軍線的架差收斂完 它在大腳一踹 踹上去 整體的趨勢是不是就改變了 整體的趨勢就改變了 是不是跟我們跟你規劃的是一模一樣 那這一些做法 就是法人他們這些 互盤的操盤手會去做的事情 很明顯 很明顯就是這些互盤的人 他們在做的 那你就要懂這些互盤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目的只是為了把指數給撐住對不對 那下一個來接棒的就會是外資了 那外資他會去買什麼股票 你就要了解 不能只是看市場的新聞 因為市場的新聞都會騙人 他都會騙你 比如像說6月6號的時候 這個是3008的大立光對不對 6月6號大立光告訴你 法人看淡他的業績 所以大立光當天是直接跳水打跌停 一開盤就直接跌停了 但是我當時在節目上 我怎麼跟你講的 我說大立光如果跌停的話 他的BIOS有沒有 3008大立光 他如果跌停的話 他的BIOS會怎樣 他會來到低檔 他會來到低檔 然後這個低檔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反彈 他就會有一個反彈的效果出來 再怎麼爛 都會有一個死貓掉 因為所有的乖離 他都必須要做收斂 他都必須要做收斂 我現在整體的軍線 未來扣底低值的時候 軍線開始怎樣 翻陽向上有沒有 軍線開始走陽 然後我的軍線開始走陽 你這個低點未來很難再看到了 所有的內容 我都是提前在做驗證 我都提前驗證給你看 我的操作 就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所以我才能夠預判行情 我才能告訴你說 現在哪一些股票 他真的是被低估了 而且他未來有一個轉折的機會 如果你都是看著市場的新聞在做 這個是上禮拜五有沒有 廣民協作機器人 他出貨爆充 這是新聞寫的 不是我說的 那我跟你講什麼 你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務必請你要小心 你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你看到6188的廣民有沒有 連續兩天的時間 當天創高之後 啪 就下來了 到今天現在還在跌 到現在還在跌 你看 如果你因為消息面的關係 你跑去做追價的話 你現在已經住進了一個短線上的套房 現在已經住一個短線上的套房 所以公式跟方法重不重要 操作的節奏感重不重要 你要找的 你要操作的股票 你必須要買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那這個合理的價位 你必須要用什麼來去評估 我跟你講的 葛蘭幣八大法則 現在就是走均線盤 你當然要用均線的法則 那葛蘭幣八大法則 他所講的最好的買點 最安全最漂亮的買點是哪一個 是當我的股價突破下彎的均線 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均線開始上揚的時候 他是最好的買點 所有的乖離都會做收獵的情況下 這個高點你不要去做追價 你只要買在這個最好的買點 未來波段的漲勢 你才有錢可以賺 你才有機會可以賺錢 你只要懂這個原理 你只要知道說原來股價它有一個方向 它可以去做 它可以讓你去做E巡的時候 你就不會亂追股票了 那你從葛蘭幣八大法則當中 你就可以挑出來很多的個股 它是可以去做佈局的對不對 所以當資金開始回流電子 我跟大家講說 電子股它未來的機會又來了 所以你要去找的是這一個 未來如果全世界的手機 都要變成全螢幕 都要變成全螢幕 以後的Home鍵指紋辨識 都要變成平下的時候 這個系統它會做一個整合 這個整合會從觸碰面板來做整合 所以當時我跟你講的是這一檔股票 它已經突破了均線的反壓 是不是葛蘭幣八大法則第一個買點 第一個買點 安全 而且又有波段的漲勢的一個機會點 對不對 因為我未來的扣底值 它準備要扣底下降區間了 那我股價用帶量突破的方式下去做怎樣 突破均線的反壓 突破壓力回測支撐 拉回測試支撐 均線準備要翻陽向上的時候 你要找買點去做佈局嗎 那評價指紋辨識 未來會有大成長的機會 月均線扣底低值大部隊正在佈局當中 競爭者面臨破產的壓力 這種股票你不敢買 你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你看到的是 它是從6456的GIS 它是從怎樣 它是從130塊這樣啪 跌下來的 它是從130塊跌下來的 但是這個130塊你敢去追 很多人都套在這邊 那真正可以買的時候 你卻沒有資金可以買 你沒有錢可以買 而且你也不敢買 因為你怕到了 你嚇到了 但是你從這個突破的點開始看 當我的均線開始做翻陽的時候 它是不是沿著均線開始慢慢的去走高 那今天的收盤 今天的收盤是多少錢 目前盤中的價位 它是來到104.5元 104.5元 請注意它有除息4塊錢 它配了4塊錢的息 所以你把這個息再加進去 你現在光這一檔股票 你就賺了8塊錢 你就賺了8塊錢 這個買點是不是非常漂亮 郭頓強勢股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尤其是我的均線準備要開始翻陽的時候 你拉回都是你的機會不是嗎 但是你會害怕 你看到的是原來市場上面好多的好多的利空 中美貿易大戰的利空 高科技產業的利空 然後一大堆很多不好的消息在困擾著你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操作的公式跟模式的時候 你就不會害怕了 你就不會因為市場的訊息面 而影響到你操作的情緒 如何克服人性的貪婪跟恐懼的心理 下個階段節目回來 我繼續告訴你 如果你有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即享受 發很久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8773-8859 倒下 12772-4 beings 約109- Elliot 從駕前 107-5 氏 速度 是 17 隊伍 發 去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2點半到1點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盤中是下跌30點 它是下跌30點 你看起來好像指數是跌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盤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你千萬不能夠錯失掉這一次的機會 看盤你要懂得看結構 不是只有看漲跌而已 因為漲跌它是一時的 你要知道說這個漲跌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在哪邊 今天指數下跌30點對不對 最主要的光台積電這一檔股票 它的除權息就扣掉了70點 所以指數的部分 如果你把台積電秉除掉 剩下的股票它是漲的對不對 不好意思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說 今天大盤的上漲加速 上漲加速比下跌的加速 還要來得更多 還要來得更多 所以整體的結構上面 它都還是一個多方控盤的結構 它都還是一個多方在控盤的 你在操作上 方向往上是沒有改變的 你要知道怎麼去挑選個股 在挑選個股它有一套流程 這套流程我把它寫在我的超盤日誌裡面 首先這個超盤日誌它有第一個 它會先幫你確認好大盤的方向 包括5月24號當市場上出現一個 轉折的時候我就會跟你講了 第二個你要確認好主流的趨勢 現在到底資金它是在買什麼 這些資金轉入的時候 它是法人還是散戶 這些資金裡面 這些族群當中 主流的龍頭在哪邊 最重要的是每個禮拜三 都幫你做庫存上的解答 個股上的解答 然後禮拜五 還幫你做實戰的教學 最重要的是 我還會給你一個短線交易特區 這個短線交易就是讓你可以賺錢 提供你一個賺錢的方向 它會提供你一個賺錢的方向 比如像上上禮拜有沒有 我跟你講的這檔股票 3661的市新有沒有 當時是最多人在詢問的 這一支股票3661的市新 我當時給我的投資朋友 我跟他講什麼 我說短線上BIOS指標 它已經來到前高 你要留意高檔的風險 那軍線它維持上揚 拉回測試支撐 你再找買點佈局 你再去找買點佈局 同一檔股票 有人做了會賠錢 但是有人做了他會賺錢 你看3661 3661的市新 如果說你當時有聽我的 在這個地方 你不要去做追價 拉回測試支撐 你再去買 你再去買 那你會不會 到今天你會不會賺錢 會嘛 那如果說你到 你當時是用追價的方式 你去追股票的話 你到現在 你只是做解套的動作而已 你只是做解套 那你現在再來看 我的BIOS指標 當時我跟你講了 它BIOS指標 已經突破新高 對不對 之前的高點在這邊 那現在它又突破了一個新高 新高之後就會來做回測 那現在又突破了一次新高的時候 你到這裡 你要去做追壓嗎 你要去追嗎 節奏很重要啊 波段的強勢股 要買在短線上落實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這些人 他們在做什麼 有些人是想要騙你的股票 有些人是想要騙你來買股票的 所以你有技術分析的方法跟理論之後 你的操作就有所依據 你就不會害怕嗎 波段強勢股 你就敢買在這種短線上 拉回的時候 敢買在這種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那我都跟你講了 強勢股你拉回 你要找買點去做佈局 居然多方趨勢不變 亮縮整理的格局 它是你的買點 你就不用用追價的 你等到BIOS創新高了 然後你才想到 現在好多市場上面每一個人都在談 然後把股價推到高點的時候 你再匆匆忙忙的去追股票 你這樣做敢賺錢 你這樣做真的會讓你賺錢嗎 所以我們短線交易特區的技巧 我都有跟你講 像有些股票 當資金開始做移轉 開始做轉入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 這是我們短線交易特區 我剛剛跟你講的 操盤日誌裡面 那個短線交易特區告訴我的 量縮整理的格局 大盤跌它不跌 我量增突破去做表態的時候 籌碼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他有機會去挑戰新高對不對 所以這樣兩天的時間 創下新高 兩天的時間就讓你創高了 你一張進去的話 你就賺11塊 10張你就賺了11萬 所以這就是操作上面 如果你有看得懂 如果你了解 現在人家在做些什麼 哪一些股票 它的技術面 是在橫盤整理突破向上 準備要出現一個趨勢逆轉 那你就要開始去做布局 這些內容 我都把它放在我的操盤日誌裡面 它就很像我每一天 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 把我對跟錯的內容 都把它記錄起來 你要知道說當你長時間下去做觀察 你的操作的穩定度就會提高 然後你慢慢的就可以成為 股票市場的超人對不對 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散戶的超人 然後去超越法人 不單單是這檔股票 包括這一支也是一樣 每一個操作它都有一個原因存在 你要把理由寫出來 你要讓你知道說 你為什麼要去買這一檔股票的理由 494的家章 它這個也是量縮整理的格局 當它量縮整理的格局 用量增突破來做表態的時候 股價帶量去突破表態的 橫盤整理區間 均線開始準備要走洋了 它準備要走洋了 所以波段的強勢股 你就要買在它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不是用追價的方式 而是你要知道說 個股之間拉回測試支撐 那個最好的買點 你要勇敢的下去布局 你等到後面漲上去了 然後再匆匆忙忙的想要說 我要去追股票 那你就慢了人家一步 而且每一檔股票 它有它的基本面存在 它有它每一檔股票 背後的操作的靈魂存在 所以你要了解它 你要懂它 那你懂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散戶超人 你就可以超越法人 你就可以超越法人 這個內容 這一些內容 你認為價值多少錢 行情它現在是一個大多頭的趨勢 有一些個股 在行情前一段下跌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低估很多了 真的被低估很多了 有一些老朋友 其實我都把它留下來 因為我的買點太便宜了 我的買點真的太低了 如果我希望說賺它一個大波段的話 我如果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行情很混亂的時候 我選擇把它賣出 未來波段的漲勢我就賺不到了 但是我要抱它 我必須要有一個理由存在 我必須要了解它 關懷它 甚至知道說它未來的機會點在哪邊 8213的自超有沒有 這一檔個股 外資一直瘋狂的在做買進 它在大盤跌的這一段過程 我有跟你統計過 這兩個月的時間 它加碼了7000多張的籌碼 它加碼7000多張的籌碼 它買進的原因在哪邊 第一個 它有伺服器加網通的訂單 第二個 未來還有一個車用電子 車用電子很麻煩 它必須要通過很多層很多層的認證 因為有安全性的關係 它的獲利其實是非常優異的 股價低於淨值那麼多 我告訴你 就是一檔被低估的標的 它就是一檔被低估的標的 所以現在整個市場的資金 已經開始移向5G了 很多的電子零組件 它具備一個產業上的轉折的關鍵 這個轉折的關鍵 它一旦出來的時候 價值被低估的標的 未來都會反映它應有的價格 現在就是你最好佈局的時機 但是你要懂得怎麼買 強勢股買拉回 這個買點你一旦錯過了 我沒有辦法幫你把時間找回來 我沒有辦法幫你把機會 再把它拉回來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跟上腳步來 你絕對要跟上腳步來 因為行情會慢慢的發酵 像這一些個股 5469的漢語博一樣 它也是PCB的族群 PCB股當中 我都會特別去挑選這個 伺服器加網通的族群 因為你能夠做伺服器跟網通 代表你的毛利率會比較高 這種產業它有個特點 它不是很大量的 它不是很大量 然後再做大量出售的一個產品 你伺服器跟網通 它的毛利率很高 所以你要小量多樣的去做生產 你小量多量 這種一般那種大型的公司 它沒辦法做 它沒辦法做 它的出貨彈性不像這種小公司 它的出貨彈性那麼大 除了這個以外 第二個它有華星科對不對 手上有3萬張的華星科 未來會有除全息的機會 它會配股息進來 股價限 股價禁止比現在才0.65 0.65 它的均線是不是上揚的 它的均線上揚對不對 價跌量縮 外資它在來回的去做洗盤 一旦價漲的時候 突破上去 它就會開始去做表態 但這種股票 我相信沒有人會跟你做介紹 因為你所看到的 每天所看到的 所吸收到的 都是那種什麼股票 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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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停板真的是好嗎 如果說你沒有買在漲停板之前 你沒有在那個時間點 那個moment先去把它佈局好 那你那個漲停板 你賺得到嗎 你賺得到嗎 所以我們在操作股票 我希望可以成為市場上面一股清流 然後告訴大家什麼才是未來的機會 包括在MLCC的部分 我有跟大家講 在6月20號我說MLCC 它未來的現在的買牌已經開始轉強了 那漢宇博手上是不是拿了華星哥很多的股票 未來是不是會有機會 因為華星哥已經跟我們講一件事情了 在5G跟車用電子的穩固之下 MLCC長期的需求 它是沒有改變的 庫存開始慢慢消化完了 開始慢慢消化完了 一旦行情開始回來的時候 機會就會出現 所有的內容我都會放在我的LINEET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小老鼠BYR2551V 小老鼠BYR2551V 感謝大家接著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Bye Bye 這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正中彩精彩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坎中及時為您解答 7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進行鎖定定空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核心操盤團隊 核心操盤團隊